平唱功进入公司,以主舞身份出道,被称为练习生之神的张艺兴,在最开始并不把自己当人抗。 舞蹈老师要求跳6个小时,可能坚持12个小时。 为了更好的负重练舞,他在身上饱满沙袋,边唱边跳,残酷的淘汰机制让张艺兴除了努力没有退路。 2012年XO男子偶像团体出道就火遍亚洲,可是两年后成员吴亦凡,陆堪,王子涛相继,紧约退团。 火了就回国落尽,还网上都在骂中国练习生是不讲信用的白眼狼。 张艺兴作为队里唯一留下的中国人被骂滚出韩国,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趁机回来, 他说如果自己跟着跑了,那些在韩的中国练习生可能就再也没有出道的机会了。 因为手信SM公司为他打破惯例,让他成为了第一个被批准在国内成立个人工作室的一人, 这个举动令不少人眼红,甚至内涵他是心机表。 但此时,张艺兴爽文男主的路线才刚刚开始。 在《归国四死》中惨遭电底不到一年有弯道超车,张艺兴拿的是爽文男主的剧本吗? 极限挑战是他回国后的第一个综艺,相比于其他逃跑成员的影视资源。 坚持守信的张艺兴被说,玩的都是别人剩下的。 据说最先邀请的是吴亦凡,因为价格没摊拢才找到张艺兴。 但命运不会辜负心怀真诚的人,张艺兴在这个节目里用真诚善良打动了哥哥们,成为了极限挑战的团宠小绵羊。 不仅在节目中非常有爱,哥哥们私下对张艺兴也是处处提携。 黄磊收他为徒,教他为人处事,孙宏雷带着他参演了大制作电视剧《好先生》。 黄博直接让他出演自己导演的处女作《一出好戏》。 只要张艺兴有作品,哥哥们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帮他宣传。 就连XO在上海的演唱会,他们还组调去现场给张艺兴捧场。 这种待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,但张艺兴并未安于现状,反而开始新的挑战。 9年前他是练习生之神张艺兴,9年后他是全能制作人张匹敏。 在张艺兴的身上验证了这句话,因为自己淋过雨,所以总想给别人撑伞。 他会在偶像练习生中分享自己的经验,为选手剖析行业背后的现实。 选120个人选100个,100个人选60,60进24,24进12,然后每一周淘汰一个。 那个内心的煎熬啊,我理解,太理解了。 也会在少年知名大胆指出选秀行业,功过欲求,很难找出好苗子。 如今选秀内卷严重,选手痕尽量也越来越低。 张艺兴不仅敢于指出要害,还想要改变这个红糟的市场。 于是他在29岁生日这天宣布创立自己的娱乐集团,开启编辑生全球招募计划。 当天除了娱乐圈明星祝福他,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站出来给他背书,那就是韩国SF公司的老板李秀马。 能让他亲自录视频猛夸四分钟,除了所谓的利益,但更多的是因为张艺兴的人品和勤奋。 对于练习生计划,张艺兴给出了自己的标准。 偶像的最低标准,就是东西。 我对你们的要求,就越来越多了,打败了。 对视部队人,做有态度的考虑专家。